哈喽大家好,我是金养蝴蝶梁子 好多天没给大家发作品了吧,不过确实是很忙 这两天问我最多的就是梁子,我的鱼身上呢有一些个黑色的斑点 这种情况呢,我相信大多数的鱼友呢都预见过 那么身上出现黑色的斑点呢有很多种原因 比如大量的换水或者是水质的一些变化,尤其是酸碱度的一些变化 还有就是水温的一些突变 并且呢,刚入缸的新鱼受到应急或者惊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甚至呢,一些营养不良或者体质弱的鱼呢也是逃不了的 营养不良或体质弱会让它的质感不太够 还有一些透明的斑点呢,可能是一些体外寄生虫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,就是提升水质改变水质的酸碱性 并且呢给它一个安稳的环境让它去恢复 不要呢,经常性的去吓唬它 可以配合上一些营养高的鱼粮或者是一些益生菌来提升它的体质 当体质慢慢恢复之后呢,可以整体给它做一个简易 就是咱们俗称的杀中杀菌 这些黑斑呢,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病 主要它的恢复时间并不是那么快,需要一段时间的静养 好了,我是梁子,希望对刚养鱼的你有一定的帮助 咱们下期再见吧